今天我开当手杰克就告诉你们到底谁才是正义 就在刚刚 杰克将整栋大楼化为武器 砸向克勒斯将他淹没 随着场上所有人难以置信的表情 似乎所有人都认为人类又一次胜利了 可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伸出 不错他正是克勒斯 此刻他如同地狱战神一般站在场上 那可怕的气息让人无比的绝望 唯独杰克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此时克勒斯身上正义的颜色无比的美丽 可杰克却想完全将他进人获得那扭曲的快感 而战斗到了这一步 所有人都知道这将是他们两个人最后的交锋 可任谁也不会想到 竟于算计的开当手杰克竟然抄起了木板 与克勒斯街头肉搏 这一幕让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这结果可想而知 即使身体强如吕布也无法比肩神明 只见他被克勒斯一拳打飞 就这一下把洛基心疼的不要不要的 而可怜的杰克双眼泛白似乎晕了过去 可安静的竞技场上突然出现了伦敦街头的民谣 就在此刻 倒下的杰克竟回忆起自己的过往 他受过的欺骗与屈辱历历在目 这世间所有的人都用邪恶将他定义 可有谁能知道 他一直坚守的却是自己心中的那一份正义 虽然意识已经模糊 可他却站了起来 与其说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大战 倒不如说这是正义与绝对正义的大战 在杰克的心里 谁也无法将他定义 而这就是他站在竞技场上唯一的理由 只见他一步一步走向克罗斯 而这一幕也获得了所有人对他的尊重 面对如此倔强的杰克 克罗斯准备帮他做最后的解脱 可就在这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杰克就用双手刺穿了眼前的正义之神 原来在步行一间 他将手上的鞋也转化成了武器 这个可怕的家伙 都到了这一步 都还在他的算计之内吗 可这注定是一场同归于尽的做法 此时的克罗斯只需将右手轻轻回下 杰克绝对命丧当场 可谁能想到 克罗斯竟选择拥抱了杰克 这就是正义之神 直到这一刻 他仍然爱着人类 随着他灵魂慢慢的飘散 可他仍然保持着微笑 因为他知道 就在此刻 杰克的灵魂得到了救赎 而杰克看着对方散发出的光芒 眼神中竟带着一丝呆滞 那是自己有生以来 从未见过的美丽颜色 难道这就是真正的爱吗 随着这场正义之战的落幕 杰克那扭曲的灵魂 也被彻底的瓦解 所以这场战斗真正的意义 你们到底懂了没 关注我 我是阿末 下一期带你们了解 真正的赫拉克勒斯 在这个平静的城市里 一个男孩跪在了地上 原来就在刚刚 两个坏人企图抢走男孩的小牛 男孩苦苦的哀求 那可是用来给母亲换药的呀 坏人根本不听 一脚便将男孩踹飞了出去 可就在这时 一个少年突然出现 他大喊的助手 这是多么的勇敢 但身体瘦弱的他 结局可想而知 几分钟之后 他便直接躺平 可即便如此 他依然坚信 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每当有不平之势 他一定都会出现 就算是狩猎时 面对强大的野兽 他也会身先士卒 将众人挡在身后 不错 这个少年虽然弱小 但却有着比谁都强大正直的心 为此 少年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 他知道 正义也需要强大的力量来守护 而时光仍然 有那么一天 这个敬畏神明的国度 却即将面临灭顶之灾 原来此时宙斯正在召开众神会议 每当人类数量过剩的时候 众神便会降下神阀 连同所有的人类文明一同摧毁 而这一次 临危受命的正是军神阿瑞斯 他带着十万天兵天将 降临人间 人类恐慌不已 面对神明的怒火 他们只有屈服 并无他路 当然 除了他 少年高举大棒 在人类存亡之际 他站了出来 面对众神大军 他毫无巨翼 直接冲向阿瑞斯 可结局似曾相识 他再次的躺平 也就在此刻 少年产生了质疑 人类由神明的任性 孕育而生 又要因为神明的任性 给予惩罚 这算什么正义 如果是这样 我愿赌上性命 也要与神明抗争到底 突然 少年举起神秘的器皿 这正是宙斯之邪 传说 正义之人喝下他 便会得到极致的力量 相反 则会命丧当场 少年毫不犹豫 一言而尽 人类存亡之际 他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只在瞬间 少年容貌大变 其强大的气场 足以震慑神明的大军 那一战 杀得昏天黑地 他竟然仅凭一己之力 团灭军神先锋队 可他毫无疲惫之意 这是何等的意志与力量 他与阿瑞斯大战几天几夜 竟不分上下 在战斗的尾声 宙斯突然出现 他邀请少年成为神明 少年本不愿意 可为了人类的生存 他答应了 也就在此刻 他竟然说出了 这场战役中 最经典的一句 为了人类 我愿堕落为神 这是何等的霸气 从此 众神的席位中 多了一位正义之神 而他的名字 也将被人类永远铭记 他就是赫拉克勒斯